一只海狮正在海洋馆的舞台上做服务车 虽然动作不是很标准 但是也像模像样 每次海狮表演完都会拍拍自己的胸膛 他希望在场的观众都给他补掌 训练师也会在他表演完送上鱼石奖励他 好让他继续卖力地表演 接下来海狮要表演仰卧起座 在训练师的指挥下 他乖乖地平躺在地上 随后双手抱头开始坐了起来 对于海狮这肥胖的身躯 要他做仰卧起座真是为难他了 我还特意数了一下 这家伙一共做了五个 也算了不起了 起码比很多人都强 很多人也许会好奇 海狮为何会如此崇慧 训练是一个简单的手势 他们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其实这是海狮长期训练下的条件反射 在他们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记忆 而且在海狮表演前训练师都会饿着他们 这样才好用鱼石操控他们 海狮最喜欢做的动作 估计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去了 因为他可以趁机打翻鱼石筒 等表演完了能大吃一顿 海狮一天起码要吃上50斤的鱼石才能饱 在我的印象中海狮表演肚皮舞才是最搞笑的 因为他们的肚子真的太胖了 震动起来还真像波浪滚滚 海狮最讨人喜欢的地方 估计就是他呆萌的打招呼方式 他会用他的两只大手给在场的观众送去飞吻 样子还十分的矫情 小时候很喜欢去海洋馆看海狮表演 长大后反而觉得海狮有点可怜 每天都为了取悦人们而在努力表演 好像失去了本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由